这位是板桥的大圆板 在昨天晚间发生了火警 百合公司七楼外墙招牌 不断地冒出火光 逛街的民众吓得惊慌似逃 锦销人员到场之后 立刻出散百货区里面的民众 现场火势在十分钟止灭 被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板桥大圆板七楼外墙 冒出阵阵火光 锦销货报立刻派员 前往灭火 锦销到场人员先从八楼内部破窗 用灭火器配合外部云梯车 将火势控制 四号晚间九点多 板桥大圆板七楼外墙 Mega City招牌突然冒烟起火 消防人员立刻疏散百货内的民众 并封锁起火点下方出口 避免浓烟窜入室内 现场的话外观就剩零星的火花 那初步外观应该研判是 外观是从外观的招牌所引起的 那燃烧面积大概一乘以三米的一个 一个面积 那我们同仁利用破窗的方式 然后初步用灭火器 跟拉四面酸的一个方式 把很快就把火势给熄灭了 幸好火势在十分钟之内就被扑灭 现场没有人员伤亡 而意外发生后 百货也提早打烊 至于招牌起火的详细原因 还要进一步调查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